看看新闻网 亲爱的朋友们 声音只有这么大吗 9月6号是王力宏仅升为爸爸号 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虽然天宫不作美 细语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歌迷们的性质 他们比演唱会开场提早三到四个小时 就到达了吉隆坡莫迪卡体育馆 当天演唱会一开始 力宏就坐在钢琴前 以自弹自唱的方式诠释了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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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嗨翻全场 王力宏还献唱了爱的得体 一首简单的歌等耳熟能详的歌曲 之后还和特别嘉宾张杰 合唱了在张杰结婚时 力宏特别写给他和谢娜 当结婚礼物的一首歌 《第一夫人》 紧接着二哥奶爸又马不停蹄地赶来上海 在中秋节当天 作为西岸音乐节最后一天的压轴嘉宾 灯台亮相 卖力的奶爸诚意十足 一上台便给上海观众带来火力全开等热歌 身穿透视网装背心打手肌肉 之后力宏对一段小提琴演奏 更是迷到台下粉丝 引来尖叫不断 小来粉丝们能和二哥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一个中秋之夜也是陶醉了 不过陪伴王力宏赌中秋夹节的可不只有歌迷 因为二哥的老婆静雷和女儿小交力也跟来了 就在9月8号王力宏选深上海 首先走出机场 接着李静雷在胸前劲爆孩子紧紧跟随 妈妈更是用衣物完全支柱小宝宝 严防孩子曝光 而一旁的保镖则是紧张的最处张望 并用激光照射镜头 哎呀呀 都有如此大的阵仗 老婆仍旧是不够辛劳的 带着宝宝跟随左右 李红来吧 你的家里如此幸福美满 我们可都看在眼里了哦 新一轮再现 综合报道